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大鏡 還有飼料 還有沙子 還有呢最重要是他們的卵 卵大概是長這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卵喔是長這樣 把燈光一看 好就是長這樣 我也看不到魚 反正就是卵就對了 好我們就先看一下說明 先準備一瓶礦泉水 好它就是說 先準備一瓶礦泉水 好有了就在這 多喝水 然後呢第二步驟 將細砂倒入培養殼 加入400 300到400的礦泉水 大約盒子一半高度 好然後呢 就是這個 300到400cc的礦泉水 好我們先把盒子 好我們把盒子的放著 好它說300到400cc嘛 好我們就這個是200 我們就先拆開我們的 多喝水 多喝水 好 大概這樣 好 有 現在是200 200多 然後呢 我們先淋到進去 好 好到處 好200嘛 然後再一次 弄一下 好大概就是這樣子喔 好 然後呢 現在呢 現在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來下一個步驟 它說 將培養包放入 培養盒 水中浸泡 80到 12個小時 欸等一下 好 它 在第二個步驟好像說 細砂先倒入 對不對 你加入300 400的礦菌水 一半的高度 差不多啦 這樣 好 然後呢 也再加一點 我不想翻周它 好 就這樣 好 我們就先把 倒入我們的 沙子喔 好 我們放入我們的 沙子 哇 這個沙子還真是 Oh my God 這個沙子怎麼感覺 是球狀 好 來我們看一下下一步驟 下一步驟呢 我們 看一下喔 我們 吃了 香培 培養包的 泡菊水 這樣丟入 然後 8個小時 到12個小時 他說這個 茶包的 我們就先把它 稍微的 這樣 稍微的丟下去 這樣 我們先把這些沙 弄 弄成下去 差不多 差不多啦 就先 把它弄下去 好 就這樣泡 好 我們這樣就這樣泡 8個小時到12個小時 那我們就先在這邊 整一下 來我們 跳到隔天 我們 我們呢 經過了12個小時 之後呢 我們就先把 那個 量包先拿出來 好 那個水質 把我們拿出來之後 我們呢 就先把這個爪 點進去 這個裡面 然後 裡面要先 欸我看一下喔 就指 好 像軟 水中 啊 然後這樣子 什麼用灰塵 要先洗 就那麼洗 就是那麼洗 好 然後呢 他說呢 水的範圍要到 22到29度 才能孵化 好的 我們呢 就 實際 來測試 它的水溫 等一下 大概在27 好 然後我們就知道 現在是27 30度 現在是還蠻適合 這個生存 它的軟性 就丟進 那個 水裡面 他說 24到72 小 一小時內 孵化 所以剛孵化的時候 它會 以水中 微水 微死 我們就先把 那個 東西先把它倒出 水裡 好 我們就先 打開這個就好 好 然後 我們就先把它軟倒進去 嗯 軟 足齊 好 好 好 我們就把它軟這樣倒進去 好 我們就把軟這樣倒進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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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齊 好 我看一看 這樣 它們都漂浮 好 它們都漂浮